这可能是德凯奥特曼播出以来最有真心的单元回 本以为上一话德凯与特利加在月球共斗 已经属于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没想到这次远古梦回旧平成 又开始掩喻起社会问题 故事的背后到底想传达怎样的精神与想法 今天阿泽与你细细品鉴一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本集的剧情流程 200年前海底猿人拉贡被尊为保护人类的神明 仙人将拉贡称为螺泉大人 而信仰他们的人类则被称为螺泉众 尽管螺泉大人的存在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海量的美食 保佑了渔民出海的安全 可这种生物一旦被遗忘 它就会带来可怕的诅咒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螺泉生存的大海逐渐被建筑工程所填埋 螺泉众只好在殿女山的海女石门前 跳起了螺泉舞安抚螺泉大人的情绪 其中有只小拉贡偶然与一位名为普泽的人类女孩相识 他们在一起快乐地玩耍 小拉贡还将自己在海边时大的英格作为信物送给了普泽 但在村民眼里 螺泉大人存在于这个时代似乎是种不祥的征兆 他们一边拉开普泽 一边跳螺泉舞把拉贡送回石门中的封印 如今时光飞逝 普泽已经成了一名七群老太 为了阻找前来拆除石门的工程队 普泽开始假扮螺泉大人下户周围的石宫队员 这事很快被前来调查的精英势力队队员 维谦夏和海甲所发现 拉贡因为人类遗忘传统的行为感到愤怒 他以50米大小的巨人姿态突破石门封印重返现实世界 企图破坏城市并让一切都沉入深海 年迈的普泽向拉贡展示了当年赠予他的那枚英格 并跳起螺泉舞设法平息拉贡的愤怒 石门随着两人轻舞逐渐敞开 这次普泽决定跟随螺泉大人 一起进入门后的永恒国度 因为他熟悉的人都已经魂归天际 除了螺泉以外 以及没有任何值得他去牵挂的事物 可是精英胜利队的维牵下队员 以及德卡奥特曼却执意想要拯救普泽 最后他们成功从石门内逃离了出来 随着石门逐渐坍塌 螺泉大人永远离开了普泽 故事也就此暂时告一段落 有些阴谋论者认为普泽早已与拉贡同化 原因是他身上留有和拉贡同样物质构成的粘液 并且在村子的多个事发现场 都有这种粘液残留的痕迹 但这些是与否 对故事的主题并无太大影响 主要的问题在于 围牵下阻止老人离开现世的做法 究竟正不正确 普泽想要离开的原因很简单 他对世界没有任何留念 不愿意一个人孤独终老 由此我们也成为了本化讨论的核心主题 那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ok 也不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